為提倡正當休閒活動 草屯吹球協會 在中投高架橋的吹球場 舉辦長青杯吹球比賽 廣邀愛好吹球的長輩前來 共同以球會友切出球技 請這些中老年人來這裡運動 大家增加一些運動的量 大家身體比較健康 促進大家的友誼 大家比較好目比較好 還有食材一些朋友 所以這個目的就是這樣 參賽選手有140位 現場可說是相當熱鬧 由於吹球沒有太多激烈動作 相當適合老人家 藉此活動還能讓長輩 走出戶外活動筋骨 培養健康的運動習慣 要練行李打得很用 這樣會越勞越激烈 人們要活動就要多重 這樣人家身體這麼用 要用就這樣 這樣比較不會熟悉 就煩惱啦 讓老人可以經常出運動 筋骨的會比較軟流 腦袋也比較不熟 所以會增加他的健康 運動會路循環的更好 所以大家都真的要來打球 身體肌能會隨年紀下降 藝人檢警弦鼓勵家中長輩 能多走出戶外 增加活動及運動 不僅有益身體健康 還能活弱自我的身心 讓家中的孩子能夠安心 醫療說段年 我們的身體以外 有益身體健康 我相信老火的人 長青的時候 來交流交易 這是非常好 而且有辦法 利用打球的機會 增加到 我們中青祖 主親 老人的身體 我相信 這樣 活完之後 又更健康 而且 透過救急 可以 大家都 爭出了 很好的成績 透過此次的平台 讓前來參賽的長輩 能夠切除球技外 還能夠以球會友 讓晚年生活更加多彩多姿 迷順莊博君草吞采訪報導